大家好,你们好吗? 欢迎大家来到XM Mandarin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亡羊补牢的故事 可能有的人已经听过了 我先来给大家读一下 从前有一个人养了30只羊 一天早上他发现少了一只羊 这只羊到哪儿去了呢? 原来是他的羊圈坏了 晚上狼闯进了羊圈,吃掉了一只羊 他的朋友对他说 快把羊圈修理修理吧 他说羊已经被狼吃了 修理羊圈还有什么用呢? 所以他没有听朋友的意见 第二天早上他发现 前天晚上,狼又闯进羊圈,吃掉了一只羊 这时候他才明白朋友说的对 于是他马上把羊圈修理好 从此以后,他的羊再也没有被狼吃掉过 这就是亡羊补牢 这就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的故事 好,那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下词语吧 羊羊圈 原来 原来 羊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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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 狼 闯进 闯进 羊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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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 意见 亡羊补牢 为时未晚 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一句一句的看这个故事 从前 有一个人 养了三十只羊 从前呢 就是很久以前 这个词语是在故事中常常会听到的 一天早上 他发现 少了一只羊 现在呢 只有二十九只羊了 少了一只 他在想 这只羊到哪儿去了呢 他发现 原来呢 是他的羊圈 坏了 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呢 这个狼 他就闯进了这个羊圈 所以就吃掉了一只羊 所以 他的朋友呢 就对他说 他说你快 要很快的 把这个羊圈 修理 修理 就是修理一下吧 但是 他说 这个羊已经 已经是什么 already 什么 已经被这个狼吃了 那现在你修理这个羊圈 还有什么用呢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羊都已经被狼吃了 你现在修 那只羊也不会再回来 所以呢 他没有听朋友的意见 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 他就发现 前天晚上 这个狼 他又闯进了羊圈 吃掉了一只羊 那现在他只有28只羊了 在这只羊被吃掉以后 在这个时候 他才明白 他才知道 他的朋友呢 说的对 他应该把这个羊圈 修理一下 于是 就是所以 所以呢 他马上 马上就是很快 他很快呢 就把这个羊圈 修理好了 从此以后 此就是这个时候 从这一次以后 他的羊呢 再也没有被狼 吃掉过 这就是亡羊补牢 为食 为晚的故事 那他的意思是说 亡呢 就是丢 那羊 就是你丢了羊以后 补 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修理 修补 makeup 这个牢 牢就是羊圈 就是你丢了羊以后呢 你把这个羊圈修理好 为食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为就是布 的意思啊 还不是很晚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犯了一个错误以后呢 你发现了这个问题 在哪里 只要你 及时的 你很快的 把这个问题 解决 那么呢 这个时候呢 还不晚 好了 最后呢 我们来复习一下 这个故事吧 从前 从前 有一个人 养了三十只羊 一天早上 他发现 少了一只羊 这只羊 到哪儿去了呢 原来 他的 羊圈 坏了 所以 晚上 狼 闯进了 羊圈 吃掉了 一只羊 他的朋友 对他说 快把羊圈 修理 修理吧 他说 羊 已经 被狼吃了 修理羊圈 还有什么用呢 所以 他没有听 朋友的 意见 第二天早上 他发现 前天晚上 狼 又 闯进了 羊圈 吃掉了 一只羊 这时候 他才明白 朋友 说得对 于是 他马上 把羊圈 修理好了 从此以后 他的羊 再也没有 被狼 吃掉过 这就是 亡羊 捕牢 为食 未晚的故事 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个 养羊人 为什么 没听朋友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 他什么时候 才开始 修理羊圈呢 如果 你已经有了答案 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 把你的答案提交 submit 给你的老师 好啦 这是 今天的小故事 希望你喜欢 如果你想学习 更多的课程 或者是 需要中文辅导老师 跟你一起来学习 欢迎来我们 XM Mandarin 中文学校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 再见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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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